歡迎鄉親收看11月2號的新中華新聞 我是您好 您好 新聞一開始 來關心到台灣真實有歡迎的電腦馬拉松的消息 理工理理 台灣米村電腦馬拉松 準備在11月13號留在中間 中華管政府今天起一番記者會 宣佈這場全台灣上有冷靜米的馬拉松 今年在這裡有提供出新鮮通過 是台灣品牌國際賽事以外 更加在台灣品牌國際賽網路領起票選第一名 邀請大家做回來為選手加油 演唱電腦馬拉松 送到好人 烈情跟烘灰冷靜米 電腦馬拉松今年已經是第11年級版 這場比賽也演唱電腦夢幼票選 最有台灣領起的冷靜米的冷靜米比賽 今年電腦馬拉松有來自各地獎金3萬的人報名 最后選出1萬3千的人參加比賽 感受中華北國山、北保順、中華邊緣 風更加在地豐富靈魂 今年的電腦馬拉松總是11-13號基板 關乎今天也特別交開記者會 邀請鄉親到庭來參加 11月13號就要來開跑了 這也是說全台灣最有人情味 最接地氣的一個賽事 我們都知道沿路很多的鄉親在幫我們吶喊 讓你都忘記了你的淚 最主要看過去一片綠油油的一個地方 因為田中是我們的米倉 在這麼舒適的環境下來 來路跑是非常非常舒適 通過我們台灣品牌國際賽事的一個名義之外 我們又是人氣裡面第一名的 這樣撲到聲音 要再打鼓勵 而且很重要 邊跑邊加油還有很多好吃的 去年是龍蝦 然後還有鮪魚湯 然後還有牛排可以吃 今年等一下讓我們鄭董事長自己上來 跟鄭理事長上來跟大家講 我們這個真的報名非常的踴躍 大概有三萬多人報名 只有一萬三千人 因為我們顧及到安全 顧及到整個的一個這個量能 所以只有一萬三千人可以中籤 今年一周台灣米倉電腦馬拉松 伊德館賽特洪庚 專頂熱情鄉親加油 讓電腦先為走馬拉松的人 心目中最受到歡迎的優先熱情下定 邀請大家回來為選手加油 願意電腦馬拉松所帶給人熱情 跟豐富的認真味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蔡宏博德